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夏天,很多人为了避免阳光直射,对皮肤造成伤害 都会选择去买一顶好看而又实惠的帽子来戴 帽子的颜色有很多,不过有一种颜色却很少有人会去选择 那就是绿色,毕竟在我们的传统中,绿帽子这个词可不是什么好的词汇 不过话说回来,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 那里的人们不仅不忌讳绿帽子,就连头发都恨不得染成绿色 说到这儿,相信有些小伙伴们应该已经猜到这是哪个国家了 没错,它便是位于欧洲的绿色国度爱尔兰了 大家都知道,爱尔兰是一个靠近大西洋的国家 海洋性气候使得这里的植被生长得非常旺盛 因此这个国家也被人称作翡翠岛国 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清新绿色的国家,想想都会觉得清爽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爱尔兰人对绿色的热爱 已经演变成了激进疯狂的程度 在这里,不仅将绿色的三叶草定为了国花 还逐渐衍生出了一个以绿色为主基调的节日 类似我们的国庆节 节日到来的那天,几乎所有的爱尔兰人都会带点绿色出门 不仅有见多不怪的绿帽子 很多人甚至会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染成绿色游街 更有甚者还会带着大桶大桶的绿色颜料 将整条城市的河流染成绿色来烘托浓重的节日氛围 对于这样一个痴迷于绿色的国度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,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